有體力 結果他殘虐 我們還沒死 結果他殘虐 所以我那本書把我們拉布的經過說出來 那個真是一個慘烈的戰爭 兩個半月了 我在立法會裡成為香港有史以來發言時間最長 提收政案最多的立法會員在香港歷史上 因為他們要做Handsome 在立法會裡面有個逐字紀錄 我打那次拉布的逐字紀錄 大約是幾十句拆 全部高過我人頭的 在立法會裡 我打拉布的時候說的每一句說話 都在立法會的紀錄裡面 這場拉布戰是抗古絕金的 可以告訴你 不是說笑 是意志力和體力的一個鬥爭 你有什麼可以做 一舉手你就輸給他 你又撐不到他就走下來 他們一記名投票的時候 要按掣 我們桌上有三個掣 一個綠色掣是支持的 一個紅色掣是反對的 黃色掣是氣權的 黃碧雲出的 按錯掣 有三個掣 那你做立法會議員 你有個手指插到就可以了 你說我手指插到 我咬著筆都插到 舉手機器就是舉手的 投票機器就是插手指的 你明白嗎 你不用識字的 幾乎等於 甚至不懂得說話都還可以 如果你有個胃 你懂得插手指就可以了 政府叫你投什麼票 那你投什麼票就可以了 對不對 在這種制度下 你要爭取 大多數人的利益 得到保障的時候 而不是那些小數人 或者那些有錢人的利益 很簡單 你看看我們上次講的財政預算 對上一年的財政預算 我就派六千元 就是因為我扔他稀錢 是不是 因為他做了一些很愚蠢的事情 就是說 我現在有七百多億益 那怎麼花這七百多億呢 那我派 那用什麼方式派呢 就這樣派cash 又不太好 又會令到通脹 是不是 有些人根本不需要你這樣派 你就派給他 那時候我們要求他派錢 我們那時候提出 就要求他一人派一萬 這個是2010年 他採你都傻 然後他就說派錢也好 不如這樣派吧 每個打工仔 在那個NPF戶口裡 放六千元給你 人人有份 總之你 第一次的做法就是一萬元 就是你的入息每個月 是一萬元 或以下的 政府就放六千元 在你的強積金戶口 那就是六十五歲就可以拿 你今年給我的 叫我六十五歲就可以拿 那六千元六十五歲 可能買出一個報紙 我今年二十五歲 或者二十歲 是不是 四十多年後 這六千元才可以兌現的option 就是認股權 大哥 可能變了廢子了 對不對 對不對 當然是個個都在吵 你現在在庫房裡 圓圓圓圓圓圓圓 放進戶口 然後給那些基金佬去炒 然後我就要六十五歲才可以 拿這些錢 那我今年剛好六十五歲 那個當然是爽 是不是 我馬上去拿 退休了 那個都沒有強積金戶口 拿著做煤 或者生果金 那個爸爸 是不是 你根本是行不通的 然後我去吵他 第二年他又來了 更厲害 所有打工仔的戶口 都有六千元 又是落暗箱 那次又生氣了 大家都生氣 不只是我們生氣 整個社會都生氣 於是我們那次大舊弄了一大堆溪錢 財政司司長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倆就把溪錢給你 叫你派給我們 不派 結果後來死死地 每人派六千元 你們都可能在在之中有份 不是 好了 舊這個財政預算案 我們又叫他派千 這次追追的八千 我見到增進牌的時候 司長不要說那麼多 八千 你肯派八千元就支持財政預算案 說完了 其他都不用說 他又不回答我 接著他派錢 今年營餘有十六七百億 他每年都算錯數 說赤字 但到第二年一算數出來的時候 就有儘餘六七百億 這些人是不是應該去窗幣呢 是不是數學那麼差 是不是 你沒理由我差距那麼遠 明明是說赤字幾十億 即是我的收入 稅收 扣除我支出 付數六十億 我見到第二年賣單計算的時候 六百億是儘餘的 真是不好意思 所以我們現在香港的財政準備 是說什麼呢 就是歷年的財政盈餘 現在有千多億 香港是很有錢的 外匯就是二萬多億 外匯基金 外匯存體二萬多億 我不知道 如果以人均計 香港全世界是外匯存體最高的地方 現在當然是大陸 但是大陸如果把外匯 除以十三億五千萬人 是很少錢的 任何多大的數 除以十三億五千萬 都是很少的錢 是不是 我們是除七百萬 很多錢 所以我們的GTB 現在三萬五千元 美金 偉大的社會 最早是五千元 現在是 有個五千元 國民所得的地方 去救濟 三萬五千元 美金那些是很荒謬的 是不是 是不是很荒謬 你說 是不是 你是財富分配的問題 好了 今年他又派了 怎麼派呢 派差養 你所有有物業的人 我們要交差養 他說 免你差養 即是上限一萬元一個單位 但是單位沒有上限 於是我同一大舊 就要求成立一個歸差養 即是退差養的小組 在立法會 成立了小組之後 我們用小組的名義 要求政府提供文件 你告訴我 拿最多退差養的人 或者公司 多少錢 他不說公司名 不說人名 他是私人 接著他報條數 九千萬 那什麼人可以拿九千萬 去退差養 當然是地產商 那些單位沒有賣出去 他仍然是要給差養的 那你一個單位退 一萬元給他 九千個單位 就九千萬了 是不是 那什麼人會拿九千個單位去賣 是啊 接著等於下支那些 三千萬 五千萬 五百萬 我頭的十個 要數給我 最低的八百萬 那就是說 你將這些財政營養 是給那些有錢人 大哥 我叫你人人派八千 你就不派 是吧 另外就推 李特稅 你是不是火對位 李特稅是什麼 Profit Tax 你賺錢才要給的 他退一百百萬 你那個都道道都是 就是阿傘嗎 這麼大 所以成功退稅嗎 退你都平均退了 大哥 你退給那些有錢人做生意 然後 再退一封稅 就是新縫稅 新縫稅 不是很多人有得立的 比如我們這些所謂高收入 立收縫稅標準稅了16% 你賺10萬一年就給1萬6千元稅 其實是很低稅的 比起美加 或者歐洲這些地方 大家都已經給這些稅了 退這些稅 那你退給我做什麼 我又有萬多二萬元退給我 那你退給我做什麼 是不是 那我就捐給普羅 捐給人民力 那你退給我做什麼 是不是 那些窮人斗令都沒有 是不是 上一次派錢的時候 他們說不公道 人人有6千元不公道 是不是 李嘉誠有6千元 街邊撿紙皮革外婆有6千元 那李嘉誠是不需要6千元 公道不公道 那今年公道了 街邊撿紙皮革外婆 都沒有 李嘉誠有幾億 真是幾公道 有你得稅幾億 對嗎 退了警察李嘉誠拿幾億 幾公道 他去年公的例子就是 不公道了 李嘉誠有6千元 婆撿紙皮革有6千元 是吧 李嘉誠根本不需要6千元 是吧 是呀 今年就更公道了 今年的財政院長派錢 李嘉誠拿幾億 然後我婆婆拿都沒有 在一個這樣的議會 這樣的政治制度裏面 政府的政策 向地產商經濟 高地價政策 是吧 現在 那些年輕人怎麼買樓 是吧 我來到這裏見到那些年輕人 很多都說買到樓 很開心 是吧 你怎麼買樓呢 我們偏時七十年代 大學畢業的人 每個月的人工 可以買十幾尺樓 現在大學畢業生 每個月的人工 買不到一尺樓 青衣的居屋都不錢 買一尺 大家有沒有概念 為何要接買一尺 香港的房屋問題是這樣的 有錢人家住三千尺 變成六千尺 因為有三千尺 錢不見 那些中產階級 死癌 死坑死底 儲都不首期 然後買一間二尺 只有八百尺 因為屬水樓 那些窮人沒有錢買樓的 要輪候公屋最少五年 輪候期間 住板間房 是不是 要是那些劏房 住工廠大廈的劏房 這就是香港的房屋問題 就是這樣 有錢人家都 散散到前傑 不過不幸 他是特首前傑 被人揭發 然後我沒有報告 我沒有前傑 我處理前傑 就等於沒有前傑 這樣吧 整個新界都是前傑的 那些村屋 所以我有一次跟林鄭月娥 說政務司司長 我說你還有什麼資格 有什麼條件 跟新界佬開火 又有人登記前傑 然後看看有沒有危險性 看看賊不賊 嘩 真的很厲害 我們先搞定兩真英 是不是 上有好者 下別有十年 你這個老闆都是這樣的 你自己當發展局局長 喂 喂 大哥這麼多高官屋 都會有前傑 是吧 你先搞定這些人 麻煩你 你先搞我們這些普羅百姓 現在香港的前傑 大約要拆的話 拆了八年 拆了八年 還要在一個先決的條件 沒有人繼續起前傑 否則 一百年都拆不完 是吧 中國人有一句說話叫做法不自重 法不自重的意思就是 當那個法律 大多數人都不遵守的時候 這個法律是無效的 香港前傑問題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去遊行就是 一定要救人多 人少 只剩一百七十八人在金鐘 就被人抬上豬籠車 如果你坐在金鐘 坐在和牛大道中 那裡有十萬人 怎麼抬呢 就要求你們和平散去 是吧 這個叫做法不自重 所以人民力量就是這樣來的 為什麼叫做人民力量呢 你要相信人民才行 是吧 你靠你那些搞政治的人 靠黃毓民 靠民主黨 靠幾丁油 他會老 他會死 他會變節 會投降 是吧 沒得靠 一定是靠自己 是吧 所以我們這個組織 叫做人民力量 我現在要搞那間學校 叫普羅政治學 英文叫Politarian 普羅階級 就是無踩階級 你是要依靠人民 是吧 如果沒有人民 你什麼都不用搞 所以香港現在的形勢 我們剛才說過 司法制度受到衝擊 政治毫無寸進 是吧 一個很好的文官系統 英國人留下的 給你一個高官問問責制 就搞慘了 是吧 政府由一個很有效率的政府 變成一個很無效率的政府 是吧 駕藏蝶屋 是吧 搞一個長者生活津貼 都搞到一批東西 是吧 還要我們打拉布 後來他要出陰招 搞定了你 才被他蒙運過關 是吧 明明是得正 要給多一點點錢 那些老人家 要搞到民怨沸騰 怨聲在道 就是因為 你那個政府沒有效率 那個政府沒有效率 就是因為你搞到 非路非馬的問責制 那個問責制就是 雞鳴糾道出其門 全部都是垃圾來的 整個政府 是吧 偷步買樓的又有 經營劏房的又有 說完一個謊 蓋一個謊的又有 是吧 然後個個拿幾十萬一個月 是吧 法治有問題 政治有問題 言論自由 大家有眼看 DBC都被人封閉了 是吧 鄭經漢幾八糟都沒用 到頭來都要搞網台倫落 都跟黃旭文一樣 不過他網台一定沒有 好像沒有那麼多人聽 沒有那麼多人聽 是吧 言論自由 又萎縮 因為有些人自我檢查 怕了房間 是吧 剛才湯老師說的 自律 我們的不自律 就是不守規矩 是吧 不守規矩的人 可能會被人打擊 是吧 就是社會保守 就是需要大家守規矩 學校有些教師 就說黃毓民教授是學生 是吧 現在我跟他說 我真是教不買一學生 是吧 梁振英 你看看平時的學生看到 他就會跟老師說 我會不會好像這樣說呢 是吧 沒有做功課 等於又做功課行不行呢 是吧 是吧 嘩 在立法會 黃毓民經常說 學姐不夠人 接著要罰黃毓民 是吧 那在學校裏面 那些乖學生 天天上課 沒有遲到早退的 那他跟老師投訴 旁邊這傢伙 經常都不上學 又遲到早退 那老師就罰他 說你多事 哇 那社會變成這樣啊 價值觀是 是吧 那怎麼搞啊 接著要搞什麼 國民教育 我們小學生 對著這五星期 接著會流眼淚 不懂流眼淚 旁邊看到他沒有哭 我先告給老師聽 那國民教育不合格 就神經病了 這個就是那個教學指引 到高中的國民教學指引是怎樣呢 去立法會 你們要叫學生去立法會聽聽 這個立法會的會議 不過呢 前提就是對於那些 說話大聲啊 不讓人說話啊 很邊激那些呢 你們就一定懂得自己判斷啊 即是說我 喂 國民教育指引 那個教學指引 寫了我 沒有寫我的名字啊 就說這些議員呢 是教壞人的 這樣啊 我當然不會讓你過啦 這些 對不對 有些人說 你中國人來的 中國人為什麼不接受國民教育 我中國人不想去接受國民教育 讀歷史就可以了 是不是 最好聽黃毓民講歷史 那就最好公民教育 國民教育 大哥 是不是 去到一個這樣的地步的時候 到最後我們有什麼可以依靠呢 是不是 所以我們在香港 這個所謂反對派這條路 是很艱難的 我們不喜歡去唱衰香港 我又不去走 是不是 只不過是跟大家說一件事 是 我們現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 香港的下一代 是不是 可以將來 可以生活在一個有專業 有自由 還有可以讓他們發揮所長的恐怖 而不是沒有向上流動的機會 沒有願景 是不是 每天 就混為我 在那裡過一次 對於不平的事情 也不敢說 對於社會的不公義 也不敢說 就是我們不想社會變成這樣 是不是 其實我們沒有什麼大致的 我們過去這麼多年做的事情 很簡單 是一個自覺各他的工作 我們日本孫中山那麼厲害 古動風潮造成時勢 五十多歲就掛到了 自覺各他 自己醒覺 希望又影響別人的醒覺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 今次在選舉中 可以拿到相對比較好的成績 也看到香港 開始出現了一些改變 特別是年輕人 你看學民思潮這班小孩 十幾歲 你那些政客政黨 反國民教的只有這麼多次 搞來搞去 都搞不成 到最後 雖不滿意 被迫接受 是吧 民主黨會線後 反對 要嚇出來對著記者 今天是民主最黑暗的一日 我們無論為力 是吧 因為保護不肯錢多數 他又收工 明天又再來 你是沒有想過 要改變 那個秩序 你是沒有想過 要打破這個建制 是吧 你是沒有想過破壞它 是吧 沒有的 永遠就是 在那裡等運到 是吧 所以 人民力量 或者社民 這些所謂的 進步民主組織 他們是不會 對現狀感到滿意 或者對現狀不滿 又無可來酷 我們是要做一些事情 希望不能有些改變 而過去這幾年 事實上 就已經產生了改變 我07年來講話的時候 我還沒有去參加立法會選舉 08年 我們當選立法會議員 2012年 我們可以令到有些年輕人 能夠入到立法會 是吧 我們希望 將來更加多些年輕人 可以走上這個抗爭政治的道路 是吧 那香港呢 才有機會 是可以出現一些改變 所以我們現在 今時今日所做的事情 大部份是放在年輕人身上的 包括我們要搞這個 所謂政治的培訓 對象都是年輕人的 那麼 海外的支持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們在 對上一次選舉 在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 有很多人 有些就回香港投票 他回不了香港投票 他打電話叫香港的親朋籍球去投票 有些甚至為了黃毓民 和他老爸叫一場交流 是吧 試過我有一個小人女 他爸爸是一個退休公務員 後來又去了一間蛋經口裏面做事 又現在退休了 我們拿了船來 打電話回去給他回家 他說 因為他們住在新界洞 叫他老爸 你今年一定要去投票 他老爸說投誰 他投給陳子傳 他老爸問你認識他嗎 他說我不認識他的 他是人民力量 是黃毓民的黨 他是香港的 如果你不投給他 我不會回來香港的 那個女生 那我今次去雪梨 他老爸就跟我說 喂 你找我女兒啊 他是你超級粉絲 上次就是他 威逼你有 叫我投給陳子傳的 那我趕到去 打電話給這位 年輕人 出來跟我們一起吃飯 我們很多在海外的朋友 就是這樣支持 支持這一面其次 它不一定要叫人民力量 或者叫做什麼也好 就是支持一面抗爭 希望求改變的這一面其次 所以我今次去澳洲、紐西蘭 三個城市去借票 也去這三個城市的大學 跟那些香港留學生說話 所以所到之次都是有很多人 接下來就利用這個聖誕新年的假期 來美國、加拿大七個城市 這個是第二站 第一站是溫多華 第二站是卡城 第三站是多倫多 接著是紐約 然後是三藩市 羅山一直這樣散下去 我行程是到這個月底線 每一個地方都是投留兩三天 但很感謝當地的朋友的支持 譬如我們在這裏 我們很感謝Paul、Helen 這些過去對民運的大力支持 還有做了很多工作 劏老師等等 卡城 人雖少一點 但是很熱情 每次來到 我都覺得很開心 所以今次 又可以在這個琴英中心 以琴英的身份 跟大家說話 是非常榮證的 也很開心 多謝大家 多謝樂議員 廟宇蓮珠 趁他現在喝杯水的時間 我就想賣古板 這一本書 是由黃議員最近新出的 他帶了限量版過來 很不好意思 昨晚我們那個版本已經賣光了 如果你們想買 還有機會 就是你們可以去那裏 填章紙 加上錢 平裝版就是50元戒錢 精裝版就是70元 黃議員他會帶回香港 然後空由寄給你們 這本書是很精彩的 我昨晚回去看一個序 序是由鍾祖康寫的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 誰是鍾祖康 他寫的序已經很精彩 很精彩 但是很有看法性 如果你們有興趣賣的 就可以去那裏填竅 這一本就是非賣品 是請一位工作人員 他放在這裏 給大家看看 以下時間 如果你們有問題 想發問黃議員 趁這個時間可以去 隨便透明 大家有什麼意見都可以說 無所謂 或者對我們有什麼鼓勵 或者批評 大家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可以交流 後面有一位年青人 我當然是知道 我當然是叫你年青人 你有朋友寫的東西 經常來新的 派張紙給我 是不是 你都認得我 我當然認得你 我想問你 你叫梁伯手下台 如果我做梁伯手 我也是聖略 吹嗎 我不下 我就算我 爺爺都不給我 那怎麼辦 黃先生 怎麼回應 我來之前 立法會 大會裏有個不信任同意 我先投過一票 在那個不信任同意 我有個七分鐘的 在大會裏可以說七分鐘的東西 我的演詞最後一段 都鋪了上網 我們是支持這個不信任同意 對梁仔英的不信任同意 當然就是要梁仔英下台 這個在政治上面 這個是一個訴求 一個主張 但是我們同時 就是我們對梁仔英 表示不信任 這個是投不信任 例如在立法會 有一個這樣的機制 我們可以提出這些 不信任同意 如果不信任同意 通過 它是沒有法律要有出名的 但是它是一個政治道德要有出名 如果一個行政長官 給立法會 過半層議員 投票通過 對你不信任 你就必然要下台 但是這個不信任同意 一定是被否決的 因為分組投票 那麼政治意義就是 你仰衰 第二個我們現在進行的 就是彈劾 彈劾和不信任同意 是兩件事來的 不信任同意 是沒有法律要有出名 彈劾是根據基本法 那個行政長官 如果犯罪 或者獨職 我們可以立法會 四分一的議員 連署 就啟動一個 所謂impeachment 一個彈劾案 跟著這個彈劾案 要經過立法會討論 如果通過了之後 就要成立一個 以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為主席的調查委員會 這個調查委員會 調查出了報告之後 這個行政長官 要不就下台 要不就解散立法會 OK 是基本法有這個規矩 你剛才的問題就是 我不下了 你吹 通常他都是這樣的 那我們就是吹他一仗 但是 我們 如果 可以鼓動到 幾十萬人 上街 要他下台 共產黨 就非要他下台 第二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消極 是不是 共產黨就不會說 這個人 我讓他做 你現在跟我說要他下台 那我就很無面 我又不讓他下台 你吹他 就像你這樣說 政治不是說吹他 是不是 就是等於我這樣 我在立法會 他真的吹我不穿 除了殺了我之分 是不是 他真的沒有我負 他是想起迫害我之外 他沒有其他辦法 我真的搞到他天翻地覆 是不是 但是我們有一個很具體 很清楚的政治主張 就是 梁振英要下台 特區政府要立即解散 就不像有些人說 他下台 然後再做 那就是一樣 有些人說 你和詠雯做什麼 這樣 我沒有理性 很不合同 他說法很厲害 他以為我真的不能做 有得做就好 哪有太平 可能 沒有 你說這句沒有意思 你做什麼 誰做都一樣 是不是 問題就是 你這個特首不是選出來的 是不是 如果在其他地方 還不下台 下台九年 改選了一個政會 在任何一個民主國家都 是不是 所以那個關鍵 就不是在那個人上 在那個制度上 所以我那天來之前 幾個小時 在立法會那個發言 我想給我奪把上網的 我就是說 我們要求梁振英立即下台 特區政府 包括這個三司十二局 和副局長政治助理 全部解散 全部不是全部總辭 接著解散立法會 然後成立一個港市會議 全民制憲 修改基本法 立即一人一票選 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體議員 由這個直選產生 這個是一個訴求 這個主張 我們會不斷去講 但是這個主張 在香港的主流社會 一定是被認為偏激 甚至革命 甚至港獨 OK 但是我們都要提 只有一條這樣的路 你才能解決到一個問題 是全民制憲 修改基本法 喂 全世界都可以這樣做 是不是 臨時政府 這個臨時政府 就是由現在的公務員 常任秘書長 各個政策局的常任秘書長 去管治 為期可能是半年一年 然後這個港市會議 即是制憲會議 我們叫做 是不是 成立一部新的基本法 收了基本法之後 一人一票選 行政長官 當然這個 人們認為 沒有可能實現 什麼什麼 共產黨又不給 說來說去 如果你要說共產黨不給 什麼都不用做 等他去發落就可以了 是不是 就是你剛才的說法 吹 我們不甘於比 他說吹 你明白嗎 是不是 我們的出現都是因為這樣 是不是 我可以臭酸 很舒服 很犯不住 跟你一直這樣玩 是不是 就是我們不甘心 是不是 我們覺得那個現狀 政治現實是很殘酷的 它是一個現實 它是實現 但是不時應現 不是應該是這樣 實際上是這樣 不等於應該就是這樣 是不是 我們是要追求一個應現 而不是滿足於一個實現 如果連這件事都分不清楚 就不能搞 基本上大家都不用搞 是不是 就是每天繼續在 就是 你要批評共產黨就是說 是不是 你沒有任何實質的事情 可以做得出來 是不是 梁振英就繼續罵他 是不是 所以我們是不會接受 這種所謂是政治現實 我們希望會有改變的 剛才你說過你不信任 2017年有普選 可以詳細解釋你的理由 當然這個是有很多客規的事實 過去發生的事 可以驗證得到的 譬如我們給一個很簡單的例 基本法的固件一二 說得很清楚 在第一、二屆之後 無論是立法會或行政長官的政府 第三屆 是可以全民鋪署的 但是它有一個過三關 是不是 立法會組成的部分 要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告 然後人大 被案 就是政府提出一個政改方案 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告 然後人大被案 被案 另外一個行政長官的普選 就是立法會三分之二 就是政府提出議案 立法會三分之二通告 然後人大被批准 但是經過人大釋法和2007年的人大的決議 就改變了這個三步谷 它第一 沒有了一個這樣的時間表 它訂那個時間表給你 第二 它將立法會的組織結構 功能組別和地區直選比例不變 放在這個所謂釋法那裡 那是甚麼要搞 是不是 那現在會告訴你 2007年我給你補選 但是這個提名委員會 那有提名委員會 就是說 梁振英加陳振英李振英 你選一個而已 我們要求的就是 這個行政長官是沒有篩選的 沒有提名委員會 沒有nomination committee 是由人民聯署做提名的 那是公民聯署 你任何人都有份提名 就是等於現在我們選立法會議員 我們先要爭取到 我們那個選舉裏面 一百個登記選民的簽名 和他的身份證 OK 給選舉事務所對過 這些真正的選民 那你那個提名才叫有效的 是人民提名來 現在他要做的 就是做一個提名委員會 給你提名 那一定不會有余藥微粉 是不是 當然 更加不要說黃毓民 是吧 那一定就是 范徐麗泰曾育成 梁振英三個給你選一個 具體的說 共產黨要誰做就是誰做的 你只要做投票機 去投票 我給你選一人一票 但誰去選 就是我作主 就是等於我們反對 民主黨提出的政改方案 設這個功能組別 新增的五個移植 是功能組別 是這個超級區議會 就是說我候選人一定是區議員 還要得到十五個民選舉議員的提名 他才成為候選人 這個就是剝奪了其他人的參選權 是不是 現在他的制度設計就是這樣 就是找老賊 我們再不跟他說2017 我們是要馬上 OK 行不行一件事 我們不會像民主黨2012雙普選 沒有嫁港 接著他現在就有嫁港 是吧 是沒有嫁港 如果我們的力量夠大 那他真的沒有嫁港 你力量不夠大 沒得商量 所以其實說到底 就看你是香港人 你要死 我都幫不了你 是吧 我可以告訴你 有個辦法 是不用死的 是吧 你不肯跟這個辦法去抓 或者你覺得這個辦法 當是死的 你大家認罪不到這個共識 那就是整個 整個運動呢 就是沒得搞的 我們只是做了一些 我們認為我們自己應該做什麼 就是這麼簡單 是吧 有很多人都會怨我 因為我沒有教的 是吧 給了一百年多 享福好 是吧 那我們就不睡巢 是吧 就是這麼簡單 是吧 所有 就是我們讀這麼多的年歷史 歷史上 所有的重大事件 都是由烏托邦開始 以現實告終 開始 那些人都是不順 我搞五區公投的時候 我記得09年 我也有來加拿大 有來這裡 是吧 我搞五區公投的時候 個個都打個問號 結果又搞醒 是吧 人可以沒有夢想的 知道嗎 沒有夢想的人 就是活得不夠快樂的 請走 有哪位 就是 民主黨就跟他談 不是 你不跟他談 根本是不可能的 同時大陸說不可以接觸 甚至 我老爸都是這樣跟我說話 不是 我老爸都是這樣跟我說話 但是 不是 我老爸都是這樣跟我說話 你不要反對我 現在中國和日本 為了抗議 為了抗議 可能開始 你支持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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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還是支持日本 你支持大陸 我 我兩邊都不支持 OK 聽到了 他們兩邊都不支持 是中國人 不是 我們聽聽說 我真的不是中國人 我不是中國人 我是香港人 我 我 我說什麼 有共產黨統治中國的人 我都不是中國人 我是文化上的中國人 政治上我不是中國人 請問你什麼國籍呢 阿叔 中國的家籍 我家籍 你是加拿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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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入加籍的時候 你宣誓效忠誰 不是 我想問你 你加拿大入籍的時候 成為加拿大公民的時候 你宣誓效忠誰 你有沒有宣誓 我沒有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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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宣誓是吃山菜 一個人 他自己是誓言 都不重視的人 大哥 你說你是中國人 也沒有 我先生說他不是中國人 我相信他在香港做事 他沒有成功 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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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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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不要緊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不要緊 這位阿叔 就認為 中央政府的決定 我們只能夠順從 是不可以反對的 你的講法是這樣 你要跟他談 我剛才說得很清楚 人民才是目的 政府是手段 很簡單的 我很同意 有一些人的看法 就是 中國共產黨 一黨專政 如果不改變的話 我們 是始為中國人 OK 我們是文化上的中國人 你不要口口聲聲 你是不是中國人 我問你 你只能說過拉拉卡卡 你是加拿大人 還是中國人 你都說不清楚 是不是 在文化上 我們是中國人 我們用的文字 說的語言 我們對自己的中華文化 那個承傳 是不是 我們是中國人 阿叔 我現在告訴你 我是春秋戰國時代的中國人 我給了卡片給你看 我送了卡片給你看 沒有 我送了卡片給你 我送了卡片後面 有個金句 禮紀禮運大途篇 你會背嗎 大道之行也 一天下為功 損而已能 講信修武 故人不讀親其親 不讀子其子 知老有所忠 幼有所長 藏有所容 關寡孤獨 廢責者皆有所揚 男有份女有歸 負烏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記 力烏其不出於身也不必藏 此不謀非 不忽故外活 不廢視為大道 這個就是春秋戰國時代的社會主義 加拿大就實行不了 中國就實行不了 這個是春秋戰國時代 中國人最有智慧的孔夫哲講的 我是中國人的文化 還是中國人 你這個中國人就是極權主義的中國人 這麼簡單 我和你講關節的 我公開講的不是今天在這裡講講的 我在九月的立法會選舉 在我們的政見發表會裏面 在做世界大會裏講的 只要中國共產黨 一黨專政 不改變 中國繼續是一個一黨專政的一個國家 我始為中國人 講完 我承認中華民國都不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為中華民國的總統是一人一票選舉 你真的對嗎 對 中國選舉是全世界最優勇的阿叔 因為選舉結果是如知的 三月是開人大 明年三月換屆 會選誰做國家主席阿叔 習近平 他都以為是候選人 大家都知道是他做主席的 國務院總理是誰 李克強 也是要選的 原來一早知道的 所以中國偉大的地方就是這個 什麼叫事實 你要選的 要投票的阿叔 那制度好 那制度有的 你考錯了 那制度有的 是人大代表 人大代表 你就接受了剛才的阿叔說你吹嗎 我跟你的分別就是我不可以接受吹 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沒有分別的 其他都一樣 大家都是黃其歡 黑眼星 但是你就接受了 阿爺說不行就不行了 我就不是這樣 分別在這裏 我們其他沒有分別的 多謝你的意見 OK 謝謝各位 我容許我講幾句 剛才我曾經上來講了一個好小段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我曾經用過過過國 或者我們華夏的人民的拼文 我同時不喜歡用中國的字 我覺得用中國兩個字 在今時今日 是一個極度恥辱的 原因是什麼呢 本來中國以前 剛才我也講過 我們的故國 是極之重視道德的從前 不是今天 我們講中國都是 從前我都是叫做中國的 但是自從1949年 或者甚至是1921年開始 我們都覺得這個中國 已經是第二個意思了 你要知道看報紙 或者讀書 要知道那個詞語 的真正含義是什麼 在今天 講中國這兩個字呢 他的含義就是共產黨 共產黨與中國不同 但是可惜有絕大部分人 中國的人 尤其是大陸 他們分不開什麼叫做共產黨 什麼叫做中國 在香港呢 會有一小部分人 會知道這個分別 我自己呢 我覺得做中國人 今時今日的中國人 是很恥辱 我寧願做台灣人 台灣的中華民國人 不過這樣我說明 我都不是掩診 這個中華民國 不過兩個選擇呢 我依然是選擇這個中華民國 我不會選擇共產黨的中國 今天這個中國呢 他的實際的合約 我們看實際的合約 不要看這個表面這兩個字 表面這兩個字呢 以前呢 在歷史上 我們中國兩個字 用了很多 那另外一件事呢 在我所寫的東西 我所發表的呢 有很多詞 我不用的 中國我不用的 廢免字 被讀者讀了 誤會了 產生一個錯誤的意識 人民兩個字 我亦都不用的 改了它呢 我寧願用平民 因為在今天呢 如果你說人民呢 很多人呢 潛意識中呢 亦都是被當代的政權所誤導 人民呢 是表示 入了共產黨籍的宣誓過的 那些的人 那百千多萬人 但是呢 都不會做他們的人民 其他那十三億的人 當中呢 除了這百千多萬呢 那些慘了 那些呢 我們叫它做 平民 說民 勵手 填手 我大把詞 語用 我不會用人民 這兩個字 那這件事呢 我希望大家 從今天 應該識到 每用一個詞 它的真正含義是什麼 今天我才能夠說兩個詞 就是中國和人民 就是這兩個詞 要有分別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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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那位叔叔說 就是這個 中人有關叫回台的主權爭議 那我想告訴你 就是這個 你等一下先 這個 江澤民 將一大片的土地 送了給蘇豪 對吧 還有 現在的外蒙古 我們 所謂中國的地圖 凹了下來 那塊 又是人家的 OK 鯛魚台 從來都不是中國的 阿哥 我現在告訴你 為什麼 人家在那裡建燈塔 人家周圍那裡 有海上的自衛隊 你沒有 我是第一代的補吊分子 1971年 OK 那時候 後來 後來 想起都自己都覺得後悔 對吧 你總了共產黨計 共產黨有保衛過釣魚台嗎 現在釣魚台是誰的 為什麼不派軍隊去 阿叔 對吧 我們不可以叫保衛釣魚台 因為釣魚台現在被人侵略了 你是要解放釣魚台 大佬 你現在說要差不多開戰 大家劍拼牢 就是因為日本人越來越過分 你沒有面子 你現在要回到 共同各自主權的範圍 不是拿回釣魚台 所以你不要跟我說釣魚台 你現在共產黨哭 打哭了 就是說給日本人越來越南 我們繼續說 主權是我的 然後主權的爭議 但是又是各自 不要擔心 共同開發 這樣 退回這條底線 而不是說 現在要開戰 我們要拿回釣魚台 共產黨是沒有這個吉士的 對不對 一個小島都任人魚肉 你無論台灣或大陸的漁民去到釣魚台 海域到捕魚就被人捕 你從我去講 我去什麼國 大哥 對不對 講釣魚台 我是第一代捕釣 跟我一起有份捕釣 大家有個捕詞 那個掛了 他自由去捕釣 傻傻傻 我跟他講 他上我的節目 嘩 你又動過 我又動過 我們做了就算了 年輕 火紅連隊 是不是 那時候只有20歲 是不是 嘩 真是國家盟促 是不是 我愛過那些九倍 是不是 但是 你慢慢會醒 原來全部找老襯 是不是 是不是 那你繼續讓他找老襯 你有這個自由 但是我們神祖 早就已經不想讓他找老襯 那你也想其他人讓他找老襯 就是這麼簡單 是不是 OK 好 節目時間差不多 好 你一分鐘 有一分鐘 湯老師不足 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實就是 中華共產黨帝國 人民共和國 每人有雙選票 中華人有 沒有選票 阿聲 沒有 沒有